喂,那边的小兄弟 对对,你 我说,你喜欢打牌吗? 就是那个那个,七圣召唤 你们这些喜欢打牌的人 也不用像薄荷一样长得哪里都是吧 还瞧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有人玩七圣召唤多正常的事啊 来一把吗 哦,好吧,不勉强 你一直在这里找人打牌吗 可这里明明是打架的地方呀 哈哈哈哈,打拳也好,打牌也好 都是比赛,没区别 培洛比的堡里打牌的人太多了 我是碰巧见到你 想着你是从别国来多半也打过牌 嘿嘿,再来会会你的 可以 那作为这里的前辈,你总要表示一下对不对 比如给我们这些新来的,讲讲这里的故事 还以为你们都打听过了呢 好吧,话题你选还是我选 你选吧,听过的我们就直接跳过 请 嗯,怪异传闻听过没 那,墙角经常有人聊闲话的事儿,你们知道吗 有两个男人,经常在走廊拐角聊些有的没的 瘦的叫拉维兰,胖的叫库司徒 人们叫他们炸弹兄弟 我是没觉得他们的消息有多劲爆 我每天在工作区听到的闲话差不多也那样 你要是感兴趣,可以去找他们聊聊天 那两个家伙废话多,人倒是没多坏 哦,还有别的吗 嗯,我想想 哦,看来得找点压箱底儿的消息了 哎,你们知道公爵以前也是梅洛彼得堡的犯人吗 哦,真的假的 真的 公爵之前也是我们的一员 他好像是犯了什么事儿被流放到这里 后来不知怎么当上了这儿的头 从普通犯人到梅洛彼得堡的老大 说真的,我有点佩服他 禁区?听起来像谁编的词儿 我没听过,别人告诉你们的吗 也是四处听来的传闻了 你不知道就算了 还有没有别的消息 别的 嗯,这回真想不出来了 等下次有什么趣闻再聊吧 前提是你陪我打牌 你看,那边有人聚在一起聊天呢 我们靠过去听听看 要我说 上面的人都拿自己当贵族 谁在乎我们这些野狗呀 哎,我可不是野狗啊 别随便代表我 不用急着撇清自己 来了这里大家都一样 我听说 就算刑满释放 离开这里也好不到哪儿去 坐过牢的人能一样吗 我可不信 要是哪天发场大水 把整个世界淹了 所有人从头开始该多好呀 胡说什么 胡说什么 我还有家人在外面 去你的乌鸦嘴 听好了 上面是不怎么样 可这里未必不能久留 我听说 就算刑满释放 也可以留在这里打工 不就是很好的出路吗 让水上的世界借轨去吧 哈哈哈哈 我知道你哪来的自信 人家又为什么非要录用你呢 你又没什么长处 哦,他们对水上的世界很不满呢 话说回来 水上水下这两种说法 我在地上可没听过 好像是没洛比德堡的囚犯 才使用的说法 嗯,说得也是 那边也有一群人 去听听看 所以我说 这种事情本来就 哎,你们是谁啊 干嘛突然错过来 哎,不好意思 难道你说的是那种 不能公开聊的话题 什么嘛 哈哈哈哈 是自来书啊 你别一副不介意 他们加入的样子 哼 好吧 你们应该庆幸 我们不讨厌自来书 我们不讨厌自来书 哈哈哈哈 库斯托 你听见没 我们人真好呢 看你们的表情啊 是想听消息啊 哼哼 在那之前 真巧啊 我可是认识你们两位的 啊 我们这么有名嘛 让那位公爵亲自带着巡视的人可不多啊 大家多少都打听过啊 听说 哎 你们也犯了事 小错 我喜欢你的说法 哎 你看 心态好的人随时都能加入我们这个群体 跟有些家伙相当不一样 群体 我叫库斯图 他是拉维兰 一般人喊我们炸弹兄弟 哦 当然了 不是我们玩炸弹的意思 而是我们的消息 总是很劲爆 不就是聊小道消息嘛 讲得这么好听 错了 错了 了解情报有助于你在这里过得更好 比如谁和谁是一伙的 谁有什么传闻 谁不合群 不想知道吗 这些都是能卖钱的情报 你们总要证明自己值得我分享吧 库斯图就是这样的了 说句好听的哄哄他就行了 福利灿 福利灿 对对 昨天吃的那顿特别棒 现在想起来还回味无求呢 哦 是吗 不瞒你说啊 最近这些福利餐 有我的功劳 我在厨房帮用半个月了 哦 也就是说 那些好吃的肉排是你做的嘛 你太厉害了 该不会是专业的厨师吧 没错 我就是专业的 以前专门去学过厨艺的 没办法 既然你们喜欢我做的菜 也算是 半个同道中人吧 那 听好了 接下来的信息 能帮助你在梅洛彼得堡 认清现状 梅洛彼得堡内部势力错综复杂 我们这儿基本不归水上那些人管 大家都像野狗一样 罪不能得罪的人 你已经见过了 公爵莱欧斯利 他比你想的还有消息灵通 很多时候 他不管只是因为不想管 公爵青睐的人 就连去医务室看病 都有额外优待呢 不就是朱里厄那小子吗 我可不觉得他有什么意思 三天两头跑医务室 这正常吗 要我说 他就是装病逃避工作 那你也不能否认 朱里厄来这里之前 是丰丹科学院的高级人才吧 管他是能上天 还是能反重力 来了梅洛彼得堡 一样是接下球 说起来 上次我还看见朱里厄 跟那个路尔威 一起经过走廊 据说他们在图书室吵架 还动起手来了 这个朱里厄 真糟糕 他居然打女人 真没想到 但那个路尔威 也不是什么正常人 成天唠唠叨叨 和男人打架 最后也送去了医务室 三天两头见他往那走 哎 等等 该不会 他俩该不会 在那里偷偷约会吧 怎么想都不可能了 我看那次路尔威 他也把朱里厄做得够呛 我们想多了吧 看你的样子 调查小友成果 这种时候就不要客气了 大方承认我们打听到很多消息不好吗 真不愧是你们 那我就歇尔宫听了 哦 没想到是这样 梅洛比德堡的传闻不可信 公子大人失踪 估计是因为他找到了离开这里的方法 不愧是执行官 比我想的更有本事 哦 但只是这样 还不足以向父亲汇报 我们需要知道公子大人去了哪里 我听父亲说过 公子大人算是度假 但也有着自己的打算 他这次失踪 很难说会不会与私人目的有关 公子离开的地方 已经彻底被水淹掉了 我们得找有专业潜水能力的人去追他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 不用你们说我也明白 这份工作只能交给菲米妮 对对 他在吗 他在忙今天份的工作 聚在一起太引人瞩目了 之后我会单独通知他 别客气 既然说好合作 我们不会让你失望的 反而是你们俩 居然能在那个莱欧斯利眼皮子底下 掏出这么多情报 我都有些佩服了 嘿嘿 打听消息向来是我们的强项了 我想想 菲米妮必须沿原路寻找公子大人的线索 而想走那条路 他最早也要再下次管道清洁日行动 距离现在还有六天 嗯 之后他大概得花两到三天时间 这都能推算出来吗 合作久了 肯定对彼此的实力有概念吧 余行者 我建议我们九天后 站在这里碰面 到时还可以接应菲米妮 不过 有件事得麻烦你 对公子大人的调查 现在只需要等待结果就好 但禁区的事还需要更进一步 菲米妮不擅长伪装 林尼特还在其他区域打听禁区的事 我接下来得为菲米妮制定行动计划 所以只能交给你了 什么事 难不难 不能说简单 但如果是你 应该能做到 听好了 我需要你找理由 潜入医务室调查内部环境 你说过有些行迹可疑的人 常到医务室会合 那里可能跟我们追查的秘密有关 你和护士长见过面 他对你的警戒心会低险 查清楚医务室的结构 内部情况 有任何线索 都记在脑子里告诉我 但也别太冒险 安全第一 好吗 抱歉 习惯性说了一堆 跟你说这些 有点像在和弟弟聊天 也不是什么坏事呢 对吧 那我们准备一下 尽快行动 就在这里告别吧 别忘了 我们九天后再见 注意安全 你先待在这儿别动 我偷看一下 哦 里面好像有人在 不止一个 对 我认为这个系绩 我听不清 还是正面试探吧 你准备好了的话 我们就进去 来人帮帮我们呀 他 他病倒了 没事吧 哎呀 怎么了 别慌 请慢慢说 这家伙刚才突然说肚子痛 想吐 一下倒在地上站不起来 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死之发了 手指抽搐 脸色也不太好 不会是中毒了吧 我来看看 请躺到这里 别担心 我会把你安全送到病床上的 来 扶着我的肩膀 慢慢向前走 坚持住啊 没关系哦 生病的人不用说对不起 现在我要给你做一个初步检查了 请放松身体 嗯 明白了 初步检查确定他没有生命危险 已经排除了最高等级的优患哦 哎 好 好的 但是 下面 我会进一步为病人诊断 放松 哦 深呼吸 脏气也没有大碍 按这里 会痛吗 嗯 这里呢 哎 咦 按理说应该没有大问题才对啊 奇怪 嗯 这里呢 疼吗 哦 啊 我明白了 原来是这样 应该只是吃坏了肚子 情况也不算严重 只是发作时 肚子会特别疼 哦 原来是这样 还好没大问题 嗯 嗯 最近也有其他犯人反应 活食有问题 我会尽快将这件事反馈给大厨维尔赛先生的 恭喜你 优患程度很低 过两天就会恢复了 先在这里休息一下 我去给你拿点药 鲁尔威小姐 我不在期间 就麻烦你照看一下这位新病人啦 好的 您好 我可能感觉到你相会的 啊 护士长 一蹦一蹦地 走掉了 护士长 一蹦一蹦地 走掉了 Whats up 我 你好 你现在 感觉如何 他 放下無法 他 砸到你了 我 我不在意 她肚子痛得很厉害,刚才来的时候一路跌跌撞撞的,我很担心。 西格文小姐说没事的话,就不用太担心了,她是我们这里最好的医护人员。 目前看起来也只有她一位医护人员呢。 确实。 什么叫确实?这话未免有些片面了。 我不是要为梅洛比德堡说话,但被关在这儿的人可不都是饭桶。 有些人虽然犯了罪被迫留在这里,他们也懂些医术,会帮着西格文小姐给大家看病。 好吧好吧,你说的都对。 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你非要在病人面前说这些。 你自己不也还病着吗?精神那么好? 对,抱歉,我激动了。 你们也身体不舒服吗? 老问题了,都是慢性病。 我是定期复诊,顺便拿护士长开给我的药。 至于这位小姐嘛,她可能觉得自己稍微学过些医学知识,就能在这梅洛比德堡里做护士长的左膀右臂吧。 注意你的措辞,朱利厄先生。 别忘了我会动不动心机都是你造成的。 别吵架呀,你们两个有话好好说啦。 ,aju. Foomla? 呢,我走了? Foom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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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闹了,反正大家迟早会被释放,这种事有什么好争的吗? 可是... 出去? 还早呢,天知道出去以后,我们这些人还能不能过上原来那种生活。 请允许我结束这个无趣的话题,并且短期内都不要再在这儿遇见你,朱里厄先生。 彼此彼此,小姐。刚巧我也休息够了,这儿真沉闹,我得回去。再见。 呃,那个人慢慢地走出去了。 哼,他总是这样。 很抱歉让你们看了这么一出闹剧,我是鲁尔威,那家伙……他叫朱里厄,但愿你们不用跟那种奇怪的家伙打交道。 你看上去真的很讨厌他呢。 当然啦,没人会喜欢那种眼高于鼎,每天只想着研究那些奇怪东西的家伙吧。 还是不说他了。 我……我会陪你们一会儿,西格文小姐很快就会回来。 吃了药,你一定能马上好起来。 不不,没什么的。 我回来啦。你们有乖乖休息吗? 西格文小姐,辛苦你了。 有乖乖休息吗?没有起来乱走吧。 来,这是两天份的药片,先吃一片,吃完继续躺着。 这样他们肯定你可以看到了。 随便又拍了这个药片。 今晚服药后早点就起,睡个好觉 好,那我就先告辞了,祝你早日康复 再见啦 我要写病历啦 旅行者对吧,给你确认一些细节 刚才那两位太吵闹了,让这家伙歇会吧,我来说好了 嗯,嗯,她的症状是腹部疼痛,伴有呕吐欲望 还有其他问题吗 呃,没有了 好哦 呃,除了吃药,还需要注意什么吗 没有啦,她身体基础还不错,服药后恢复一定很快 这期间,请清淡饮食,另外晚上不要熬夜 明白啦,我负责监督 哦,要睡觉了吗 也好,休息一下吧 我们一起走过了很多地方 你别看她这样,其实她是最最可靠的 是吗,那你们是最好的伙伴啦 别担心,她会恢复的 嗯,醒了醒了 啊,感觉怎么样 你睡了好久呢,我们一直陪着 可以放心回去啦 按时服药,清淡饮食 记住了哦 嗯,谢谢护士长 真亏你能睡着呢 还嘀嘀咕咕的说梦话 我都快被你吓死了 没有,不过你一直在嘀咕什么 太蒙不许抢我的考虞 把仙跳墙放下之类的胡话 你睡觉的时候 我一直在跟护士长聊天 总觉得她很坦率 屋里也没有什么可疑物品 会不会我们找错方向了 哇,你真仔细 居然还有这种可疑的小地方 嗯,我们得把消息传给灵泥 嗯,我们得把灵泥 嗯 这几天你们没遇到麻烦吧 我们这边就是按照作息表工作生活 没什么特别的事呢 嗯,那就好 说明你前入医务室 没有遭到怀疑 你们传来的纸条我们都看过了 菲米尼两天前顺利通过管道离开了 林尼特昨晚也按计划 装病潜入了医务室 他怎么也过去了 上一次你们帮忙踩点 已经是额外的工作了 说直白些 就算是当作请菲米尼出面的交换条件 你做的也足够多了 前入有人把守的据点 跟一次性调查工作不一样 必须尽量降低人员重复性 尽可能让每个个体的嫌疑都缩小 林尼特也认为 上次你已经替我们迈出第一步 接下来的事 他会处理 林尼特 希望他一切顺利 接下来 在菲米尼返回之前 我们一起去看看林尼特的情况吧 如果进度正常 他那边应该也调查的差不多了 现在过去没关系吗 我观察过 每天午餐前 护士长西哥文都有半个小时左右 不在医务室里 林尼特会把握时机 现在和他碰面风险不大 而且我是他哥哥 哥哥关心妹妹的身体很合理 好 那我们赶紧过去吧 打扰一下 请问林尼特在吗 奇怪 林尼特 护士长真的不在呢 可是林尼特也不在 不应该 林尼特很少贸然行动 我们约定过 假如他临时变更计划 肯定会想办法传达给我的 除非 看看这附近有什么线索吧 顺便等一会儿 万一他只是走开了呢 不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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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就是这个 我们上次也看到了 这里 不能说伪装得很差 不计划 但多少有些刻意 擋板后面是空的 看他的体积 也不该是拆开才能进入的那种入口 应该有机关 林尼特难道是进入了这里 但不应该 这种情况 他绝对不会贸然行动 他会先联系我 再看看还有没有别的线索 别紧张 先看一看 大部分都很整齐 只有一张床有人睡过的痕迹 应该就是林尼特躺过的床吧 你说他装病来着 嗯 他会说他偏头痛发作得很严重 一般来说 护士长应该会让他躺下休息 去给他拿药 说明从林尼特睡下 到他离开这张床 护士长都没回来 或者是 他根本没打算整理 有一些书 还有几张文件 哇 看起来也是病例 哦 深入护理 如何使你的患者高兴起来 简单理解情绪背后的成音 笑的意义 嗯 有些书名听起来还挺有趣 护士长居然会看这些 里面还有教人理解别人意图和心情的书 难道因为他是美露心 还是说他很需要了解患者的心态 护理工作确实有这方面需要 不奇怪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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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的表情突然好難看。我……我來看一下。 要不要猜猜看那位名叫林妮特的愚人中下屬成員,現在在哪裡? 啊……難道他……他已經…… 莱歐斯利……難道他是故意不在衣物室設防?讓我們上鉋? 等一下 你是说 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们的目的 可是为什么呢 我们上次没有遇到危险啊 也没有后续 对 这就是问题 莱欧斯利 他做事不会没有明确目标 所以这说明 他一开始就不防备你 你跟我们的立场不一样 你是纳维莱特派下来的人 和他没有明确冲突 而我们 这也是我想问的 为什么只有林尼特 不要紧张 好好想一想 我得冷静 这和以前不一样 情况不一样 等等 你说的对 等一下 难道说 菲米尼能顺利离开梅诺彼得堡 难道也是莱欧斯利故意放走的 和菲米尼离开这里 公爵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他在下挑战书 他在挑衅我 不会错 可恶 就不该让菲米尼出去 那天我们还是费了点功夫 才找到空气绕过手 我也把他送出管道的 本以为运气不错 假如是莱欧斯利故意放任菲米尼逃走 那他现在也凶多吉少了 林尼有些慌张 我们得劝劝他 别这样林尼 如果不是我们告诉你公子的事 菲米尼也不会离开 你 你可以怪我们的 不 我才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 我是小队队长 怪我没保护好他们 我要去见莱欧斯利 你别冲动啊 喂 快劝劝他 我不能忍受林尼特再次被人掳走 我必须去 我会想办法 把林尼特和菲米尼救回来 林尼冲出去了 快追 对 我认为这个细节还有变动余地 不是不可以 但需要反复试验 是吗 好吧 那请注意时间 有人 有人 把东西说好 外面的人应该是在偷听吧 屋里没有声音的话 他们很快就会进来了 来人帮帮我们呀 他病倒了 没事吧 是这两位 果然 他们很敏锐 找到这里来了 真是太好了 我喜欢聪明的人呢 也喜欢扮演那种 什么都读不懂的形象 我喜欢那种被人相信的感觉 哎呀 怎么了 别慌 请慢慢说 读懂人的表情 可是很有用的哦 读懂人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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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欧斯利 出来 这里怎么说也是办公场所 尊重一下室内管理条例如何 你把林尼特怎么样了 啊 我在医务室遇到那位小姐 听说她偏头痛 就请她去喝茶了 我这里有种茶 很能治疗头痛 别开玩笑了 林尼特和菲米尼在哪儿 我听说你们的演出非常精彩 林尼特小姐 有时会进入装满水的箱子 再一眨眼又从别的地方冒出来 说不定你现在回头 她就会从你背后冒出来 她是在诱骗我回头吗 不对 她不应该打算袭击我 现在人质都在她手上 她还有闲心聊天 林尼特应该没有死 你早就知道我们在调查医务室 所以故意让旅行者产生怀疑 骗我们继续调查 好让你抓走林尼特 嗯 贝米尼的逃离 不 可能就连公子的逃离 你都没有阻拦过 你故意放跑的 好借机拔出这里的愚人众眼线 没那种必要 梅洛彼得堡是个好地方 大部分人都享受在这里的生活 除了另有所谋的人 你们很好分辨 你除掉眼线 放出公子失踪的风声 父亲才会派我们下来 菲米尼也被你抓了吧 你要是那么厉害 为什么抓人质 就正你一点 林尼特在我手上 可菲米尼不在 不在 你到底想做什么 林尼 太好了 人真不少 我只用说一遍 非常感谢你们的配合 哼 真热心啊 可惜 只有林尼特小姐在我这里喝茶 按你们之间的约定 今天菲米尼先生也该回来了 然而他到现在都没有现身 却又不在我手里 你们觉得他会在哪儿 等一下 你难道 你把他留在海里 我只是关上了梅洛彼得堡通往外界的门 菲米尼会潜水 没问题的吧 不 我们还在这里 他肯定会想办法回来找我们 不能假设他回到水上的可能性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自然是有事要找你聊聊 据我所知 但是 林尼先生是非常有名的魔术师 跟明星谈判 总是需要筹码的 何况我记得你跟林尼特小姐提过 不论是从工作还是从私人角度 都想会会所谓的 梅洛彼得堡之主 你从我们关进牢房之前就在监视我们 我的人碰巧听说而已 那么 我就直说了 我本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和你们相处还算愉快 但你们开始打禁区的主意 那就是另一回事 林尼先生 目前形势对你很不利 林尼特小姐在我手上 菲米尼先生还泡在海水里 假如我们不开门 他迟早有麻烦 你只需要做一件事 就可以换取他们的平安 我希望你能联系你的上级 最好请他来喝个茶什么的 你要见父亲 父亲为什么要答应你 他亲爱的孩子们在我手里 完全有理由过来开个家长会 听说你们壁炉之家的人关系很紧密 像家人一样 他应该会愿意的吧 你以为父亲 为什么要让我们处理梅洛彼得堡的事 这里几乎算三不管地带 父亲贵为执行官 绝不会亲自过来 哦 原来是不喜欢我这里啊 亏我收藏了很多好茶叶呢 还给纳维莱特先生和弗宁娜小姐送过不少 凭你们就想伤害父亲吗 不论你向我施加怎样的压力 我都不会允许你利用我们要挟父亲 你们的人还真是难相处 只是请你父亲见面谈谈而已 他不也想知道梅洛彼得堡的秘密吗 李妮先生 你还有一次机会 请仆人过来见一面 或者 李妮 与其说我要这样做 还不如说这些都是理所当然 从一开始 就是愚人众主动靠近梅洛彼得堡 罚楚眼线是对你们的警告 可你们坚持不懈 我才想跟你们老板谈谈 李妮特小姐是主动钻到我眼皮底下 菲米妮先生的离开也是自发行为 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 责任都不该在我吧 我 我不应该让父亲为我们的事 六 五 等等 我 二 一 时间到 很遗憾 李妮先生 喂 交涉破裂 请回吧 女士们先生们 我得享受下午茶了 对啊 那跟我们聊聊怎么样 如果你不想和李妮谈 我们可以吗 你们应该知道自己在这里没遇到麻烦是因为纳维莱特吧 他送下来的人帮他办事我已经尽可能不阻碍你们了 但那不意味着你们能肆无忌惮 小地方也有小地方的讲究 哼 这样吧 对有能力的人 确实可以多给些尊重 你们在我的地盘忙了这么久 就先让我看看调查的成果吧 三个问题 回答正确我就答应你的要求 第一个问题 关于生产区的隐秘规矩 不能连续进行三天的打工 背后的真相是什么 背后的真相是什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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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en 原来如此 我已经理解了,真相居然是这样 生产区的隐秘规矩,不能连续进行三天的打工 如果这样做的话,就会在第三天中午的福利餐中发现诡异的肉 起初我们会觉得,这种肉和之前失踪的人有关联 但其实,是护士长西哥文小姐准备的 他经常会到生产区观察工人的身体状态 连续工作三天的话,体力透支的情况会被西哥文察觉 于是,出于对大家的关心和身为护士长的责任感 他会在中午开饭前到特许食堂亲自下厨 为体力透支的人加餐 这份惊喜完全是出于好意 西哥文甚至故意不想让人们发现这件事 奈何... 奈何美露星这个种族对世界的感知和审美都与人类有着巨大差异 受到特殊福利餐的人只会觉得诡异,完全感受不到其中的爱心 我回答得对吗 还不错 不仅发现了西哥文的事,也没有曲解他的用心 算是没有辜负他对人类的爱意 好了,那下一个问题 关于权力斗技场的隐秘规矩 不能同时买入双方拳手的奖圈 背后的真相是什么 小独的评论 小独的文化 后面有评论 在评论 的东西 我们刚刚的评论 您们在评论 5个小独的评论 经历 我 为理 你 我已经完全明白了 原来这件事也没什么好怕的嘛 权力斗技场的隐秘规矩 不能同时买入双方全手的奖券 否则第二天早上 会收到装有诡异的血色液体的包裹 第一次看到小瓶子中的液体时 会感到害怕 是因为不自觉地将它和那位失踪的全手关联在了一起 但事实上 那不过是未定名称和包装的 凤达公司新产品的试喝装吧 看起来像血一样的饮料 难怪会引起公司内员工们的质疑 在质疑声中 凤达公司决定先进行一次推广试喝 看看人们的反应如何 于是他们选择来到梅洛比德堡 赞助权力斗技大赛 借机来进行推广 却在公爵这里碰了壁 特许券在梅洛比德堡如此宝贵 公爵认为除非是不懂得特许券价值的蠢材 才会在这里购买风达公司的饮料 而在一场拳赛中会同时买入双方拳手奖券的人明显就是符合这种条件的蠢材了 能把这件事调查清楚 我承认你们的努力 不过听你们的描述 那位风达公司的推广员似乎有些口无遮拦 我要重新考虑一下跟他们的合作形式了 那么最后第三个问题 请问 医务室里那些病人与我的护士长 他们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你明知道我们还在调查 不可能知道真相 你在耍我 你根本就不打算救他们 你会付出代价的 林尼 你没事吧 哎呀 好险 幸好你枪法准 真是多些了 没什么的 公爵 护士长 这把枪看起来像玩具 不过也是有用的哦 西哥 还 你 不是这样的 我是梅洛比德堡的一员 保护梅洛比德堡是我的义务 当初那位莱特先生让我到梅洛比德堡来 他说过 我的工作是照顾好这里的人 我只是完成使命 那照你说的 林尼他们也是囚犯 不也是这里的一员吗 你怎么不照顾他们呢 可我明明再完成那位莱特先生的嘱咐呀 我也保护了他们的 要不然现在可不是这样 公爵能为我作争哦 是吧 公爵 哼 趁拿护士长没办法 你就不能再等几分钟吗 哼 反正也差不多到时间了 公爵有时做事很教人头堂 我想和你说说道理 你们在说什么 什么时间 放过他们 你可以抓我 真感人 嗯 再看一分钟 请不要这样 好吧 各位别急 有两位客人 马上就到 让我先喝口茶 护士长 本会林尼特小姐就麻烦你了 你们 你们要做什么 我好像听到了 脚步声 让一让 克洛林的小姐 我的房门 菲米尼 菲米尼 这是怎么回事 克洛林德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工作 林尼先生 很抱歉给了你一枪 麻醉针的时效应该快过了 不过 还是别太勉强比较好哦 菲米尼 怎么了 她不是去海里了吗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 这种 面色发红 脉搏加快 是摄入原始太海水的症状 你说什么 请让一下 我将为菲米尼先生 做进一步检查 公爵 其他事情 劳烦你了 等我跟克洛林德小姐 谈完 也等你们把菲米尼先生 送去该去的地方再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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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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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